一是这样的话解决问题 他也不能真的把问题解决 有可能会越来越大吧 我心里边是这样想的 所以来说我就用这些话劝他 一到劝他的时候 矛盾就都只向我了 那你爸爸希望你 就是能够替他去出头 去一些单位什么的 这些你去过吗 去过 那这样的话 爸爸还对你不满意吗 对 然后没结果吗 他就说这个没结果 完之后他就不满意 那爸爸 他就还想跑 他就想跑出一结果 爸爸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他就想把这事给处理了 就是有一结果 对于他来说 什么叫结果呢 他的心里边结果就是说 我妈住院三十多天 完之后好几处骨折 那会儿当时特别严重 这么厉害 我爸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家必须给咱家一说法 现在经过法院了 你法院必须也得给一说法 就是说该赔偿的也赔偿 咱们过多的要求没有 咱也不是说坑人家 饿人家 我爸是这意思 说对基本的医药费什么 第一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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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到底给我掏出来 对方没赔过吗 没赔过 一分钱没赔过 一分件事发生以后 我的家庭生活积聚下去 我跟我爸说过 我说 那是你媳妇 那也是我妈 我心里边我也难受 是不是 但是我没办法现在 爸爸是一直在坚持吗 一直在努力 对一直坚持 那爸爸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肯定是遇到了一个瓶颈 解决不了 目前有困难 那怎么办呢 你希望爸爸怎么做呢 我跟我爸之前谈过 我说该找的 该使劲的时候 如果要是有一点的机会 或者有一点的咱们希望 我该找 我就要跟你去找去 我说现在你什么都没有 我是无头绪 我说你让我去哪找 他要怎么做呢 他说实在不行 你就跟我回家 你说我怎么办这事 那就我 唯独自己的办法 我饶着你 那你毕竟是会儿 那时候 你不是外人 那你把爸妈 接到北京来 是什么目的呢 因为他在家里边 我也担心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在老家 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 嗯 完之后又出现这种事 这边有家庭 嗯 我有工 这边我有工作 我经常回家的话 也不是特别方便 爸爸在老家的时候 让你特别不放心是吗 对 就每每打一个电话 我那心灯牙 我到嗓子那样 完之后 他若没什么事 我才能放下 你是担心爸爸 真的去找人拼命去了 是吗 对对对 所以才有意地 把他们接到北京 想从这个距离上 隔离一下 一个是把距离隔离一下 在一个小 也想让我爸 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 那我在这 我是盖上去 啥盖不下去 那现在爸爸 对你们的要求 都是什么呢 他对我的要求 就是让我现在放弃工作 放弃工作 对 让你彻底辞职吗 对 然后呢 整天跟着他去跑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你觉得能接受 爸爸的这个想法吗 现在我 我心里边难受的就是 你做父亲的 不理解我 我放弃工作 工作我能放弃 工作可以再找 我的家庭 我都不放弃 家庭 对 爸爸还让你放弃家庭 如果要跟他跑去 他肯定得回老家 我不能在北京 你也不管我 为啥我给你打的压 因为我 我习书家是北京这儿了 我不能带着孩子 老婆一块就是回家找 你爱人什么意见 你家事怎么那么多呀 所以来自爱人那边的压力 也不小 对吗 对 所以现在两个家庭 你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权衡 对 家在中间很为难 对 如果要是说 权衡一下也行 如果说 是说这个 这个事我能办 你让我耽误一个月 两个月 我可以去给你办 我现在我没有结果 我没有希望 还是这样长期下去的话 那让我怎么办呢 漫漫长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是个头 对 你不敢做这个决定 对吗 不敢 你也会觉得 特别难以理解吧 难以理解 早就要 我摆了